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編曲 初音ミク 在妝髮造型常帶給人許多創意與驚喜的胡琼儀 白天她是五個孩子的媽 晚上有一個特殊職業在酒店擔任造型師 在工作時她刻意帶上十字架 傳遞福音與關懷 不僅裝模這些女孩們的面容 一點亮她們的心 師母 我跟你說 我愛你 我現在要去吃 過去隔代教養長大 未曾好好享受過父母之愛 自從遇見教會的牧師師母 感受到無私的愛與擁抱 也讓她決定將這一份溫暖傳遞下去 朋友們你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我們現在常常在聊一些孩子教養問題的時候 都會提到隔代教養 今天我們現場的來賓 就非常典型的是隔代教養長大的一個孩子 以至於在她生命的過程當中 怎麼樣跟她的母親建立關係 怎麼樣跟她母親相處 變成一個蠻關鍵的課題 今天來跟我們一起來分享一下她的生命故事 歡迎胡琼儀 妳好 妳好 所以小的時候是跟爺爺奶奶還是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 在哪邊長大 宜蘭 一個很小的地方 南方 爸爸媽媽呢 小時候很少會聽到爸爸媽媽這個名字 你說連聽都很少聽到啊 很少聽到 所以其實我的生活大部分都是跟外公外婆一起 所以他們在忙些什麼 第一好像爸爸我就不知道 但是媽媽有出現過幾次 但是我都叫她阿姨 你知道是你媽媽嗎 好像知道 隱約知道 對 隱約知道 因為有時候她可能跟朋友回來 然後我都叫她阿姨 我不曉得是被教導這樣說呢 還是自然而然 因為不熟嘛 所以就叫她阿姨 好像比較禮貌 多久她會回去一次啊 應該一年一次吧 蛤 之類的 所以你就知道 這麼久啊 還不是幾個禮拜 對 一個月回去 就 哇 那難怪不熟 對啊 即使碰到面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對你來說 而且小朋友又不會聊天 爸爸的狀況你說你 我幾乎沒有聽到過這個人 很少很少 然後 很少的機會我好像有一次有看過他 然後就是因為我小時候都跟阿公阿媽 都我一個人 所以我都會帶著那個收音機 然後他那次好像 他來的時候帶了一台很大的收音機 是為了要討好我阿公用的 可是我就覺得很新鮮啊 就跟著 跟著在旁邊 然後他就教我怎麼用它 那是我跟他第一次互動 然後我隱約知道 這個人好像是我爸爸 也是隱約知道 對 就不是大人擺明地告訴你這樣子 對 還記得那個時候 那種隱約知道 好像是我爸那種 心裡頭的感覺嗎 就覺得 很 很奇妙啊 很奇妙 因為我的生活都是阿公阿嬤 然後都是人家在過父親節 母親節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這是只是一個名詞 所以我面對他的時候 我只是覺得 好像他的身分是這樣 但是在小孩的心中 也不知道怎麼去表示 親密啊或什麼 不知道怎麼表達 那阿公阿嬤跟你互動的狀況 他們照顧你 非常好 非常好 阿公非常愛我 非常愛我 到就是我可以教訓他吃錯東西 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他們給我完全的自由 就是我童年非常快樂 所以我真的感覺不出是沒有 愛的孩子 對 那在經濟生活上呢 他們的狗 阿公阿嬤他們在市場賣 賣東西 我阿公是一個廚師 然後呢 因為來往就有很多客人 我就是比較皮 又很喜歡聽音樂 所以我就會披著那個被單 到那個攤子上面去唱歌仔戲 那那個年代很流行 什麼楊麗花 葉青 所以就這樣 然後也很多客人因為這樣來 所以我們小時候生活 其實是過得蠻不錯的 我覺得 對你來說 你童年生活 即使沒有爸爸媽媽在身邊 感覺起來好像 沒有差別 真的都沒有差別 沒有完全 不受影響 完全不受影響 如果有人問起呢 我好像沒有印象中 有人問我這件事 真的 不知道是不是他們都約好了 所以關於你爸爸 跟你媽媽這件事情 其實你也 我也覺得我很奇怪 像小時候看的卡通 每一個都是那種 會尋找爸爸 有沒有 卡通不是要尋親戚啊 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 我怎麼沒有那個 不會想 想去找他們 阿公阿嬤也不會講 那我更不敢去問當事人 因為我們沒有 那麼親近的關係 然後一直到 五年級搬來台北 然後我很明確的知道 這個人是我的媽媽 為什麼會搬來台北 我也記得 就是爺爺奶奶年紀大啦 然後他的孩子們都在台北嘛 所以我們就一起搬進了一個 大房子 那跟媽媽之間的關係呢 他工作很 很 可能很辛苦 壓力很大吧 其實想當然應該也是啊 因為他只獨立撫養我一個 而且我們家小時候還可以買鋼琴 那個年代的鋼琴應該是很貴 然後來台北之後 慢慢地感受到他好像 會有一些壓力 好比說他有時候可能回家 已經是深夜了 但我在睡覺 那他會把我叫醒 然後先把我教訓一頓 然後就抱著我哭 那我就是一種在夢遊的狀態 就醒來怎麼會變這樣 然後他走了之後 我又繼續睡覺 醒來就覺得好像是夢 但好像是真的有發生過的事情 從小跟著阿公阿嬤到市場做生意 養成胡琼儀個性活潑 勇敢追夢 而當初會勇敢轉職 從事沒法造型這行 也是自己一步步探索尋求 他因為他的環境 所以他必須要獨立 所以他就很獨立地去爭取 他自己的事業 爭取他自己的藝術 他是單親家庭的背景 那小時候他是跟阿嬤比較好 他沒有特別就是說 父母親照顧他比較多 所以影響了他的一個 就是可能很多事情必須自己來 他從以前我就很少聽到他的抱怨 因為他覺得解決更重要 他覺得埋怨完了之後 日子還是要過 而且我覺得他永遠有用不完的愛 跟包容 對 我覺得這是他最奇妙的一個地方 剪髮設計造型 胡琼儀從事美髮業已經超過15年 如今每當教會有外展活動 弟兄姊妹們的妝髮 他總是一手包辦 他總是可以帶給人家一個很大的震撼 關於造型 包括他自己也是 我有一陣子很久沒有看到他 可是在見他的時候 他已經變成了一個七龍珠爆炸頭 他很專業耶 雖然平常就是教會姐妹很好的朋友 可是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就是我那時候就很輕鬆在聊天 他就像一般的這個所謂的 因為他在想設計這件事情 可是他同時間可以讓你很放鬆 就是在享受那個被設計裝法的過程 那我們教會甚至有的時候 去有一些對外的外展施工大活動 那很多美妝美髮其實他都是一手包辦的 雖然是隔代造養 但是從一手的時候 是在一個充滿愛的環境當中長大 以至於到後來他搬上台北 這種不適應的感受就特別的明顯 其實尤其是在跟媽媽相處對不對 第一次的衝突就從一個荷包蛋開始 荷包蛋 因為我大概六點鐘起床 然後呢自己煎個荷包蛋 差不多放進便當盒我就可以上學了 結果呢我突然間把蛋煎起來的 那個瞬間我旁邊出現了我媽媽 然後他就突然間生氣的說 你一個荷包蛋都不會煎 你在做什麼這樣子 然後我就沒有講話 我就把我的便當盒蓋了之後 我轉頭就要走 下一秒我已經在冰箱上面了 在冰箱上什麼意思 他把我整個人推到冰箱上 就是在旁邊就攻擊我的意思 然後我就嚇死我了 你那時候多大啊 五年級 就是才剛搬過來 才剛搬過來 對 然後就 因為那個聲響就把我外婆吵醒了嘛 我外婆就趕快起來看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趕快讓我離開家裡就去上學了 第一次衝突 那你那一次衝突發生之後是你頭的感覺 第一次上學的路上可以帶著眼淚 所以現在有時候在路邊看到小孩 就會特別覺得說他們是不是遇到什麼事情 是是是 那對媽媽的感受呢 本來還覺得說好像應該要開始親近 可是那次之後我反而覺得說我沒辦法 我不能跟這個人相處 他太可怕了 他太可怕了 想要離他遠一點 對 越遠越好 所以長大很快就去打工了 對啊 大概 五次之後十五六歲吧 我要經濟獨立 好讓我自己可以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晚上就去打工 就有一次 因為那是一個做到白天的工作 我連續工作了一個月左右吧 有一次發燒三天 然後燒到我自己都覺得好像不對勁 我就跟家人說我要去掛急診 而且我一定要住院 就真的就到了急診之後 我就再沒醒來 我就閉上眼睛就睡了 然後被輾轉轉到其他的醫院 因為那天晚上 第一個醫院已經發出病危通知 我這麼嚴重 然後所以家長就要出現 後來被轉到另外一個醫院的時候 我隱約我在被推 那個病床推動的時候 我有看見 我媽媽在那個外面的等候 等候椅上面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她很緊張 所以你那次是什麼事情啊 這麼嚴重 就猛爆性肝炎 真的很嚴重 那那次大病出獄之後呢 還有就應該就不會再去做原來的工作了吧 那大病出獄之後 我簡直被當作好像 就是手腳都不能動的人 每天都被要求只能躺在床上 但是我知道我的身體的狀況 醫生都一直說 你很年輕 你的身體會自然恢復 所以我也不用吃藥 我就是睡覺 每天就是一直睡覺 然後等到回到家之後 我就覺得我應該要開始做什麼了 才不到20歲的孩子 怎麼有辦法 每天躺在餵 我的雄心裝置呢 結果後來我就 就是輾轉的 就進入了一個連鎖的美食餐廳 在那邊工作 工作狀況 美食餐廳 對 就還蠻酷的嘛 那個餐廳不是就是 我們公司允許你自己 可以設計自己的衣服啊 或者是你的裝扮啊 然後 不知不覺 自己就落入一個 自己好像自己是造型師的感覺 然後你的頭飾 你的襪套 你的鞋子 任何東西你都可以自己裝飾 所以在那邊工作 其實除了造型以外 我還 我還就是 英文能力在那邊被培養得還不錯 因為有很多外國客人 很多外國客人 那你在那邊待很久嗎 很久啊 應該有四五年吧 那後來為什麼不繼續下去呢 我裡面有一個東西一直在 推我 我好像要去做一些 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就轉行 決定要去做設計 做設計 但是因為這個年 那個年紀 我們也不是設計專科出身 所以唯一能夠 賺一點錢養活自己的 大概就是Mafa行業了吧 你自己不會過不去嗎 那個落差很大 但是是我想要的 然後我那時候還沒認識上帝 是 但是我就 我就自己做了一個禱告 我說 如果真的有一個神 我真的需要 我希望我可以找到一個公司 他可以週休二日 而且呢 又可以照顧我 尊重我 雖然我是來學東西的人 他要把我當作是一個 幫我當個人 對 對不對 對 就是你要尊重我 然後讓我在裡面好好被培養 那我會認真學 是 結果就看到了一個 從美國來的公司 它是一個芳寮的公司 但是他們有美髮部門 所以我就去 我就進去了 所以我就說 那我們禱告一下 就禱告 我就被電了 被電 對 就是電 一直電我 一直電你 然後我就開始哭 然後你就感覺那個 好像很堅硬的那個外殼 就開始一種話 Om 唱師歌敬拜 不 Norwegian again 都要到教會 跟姐妹們練唱 因為過去的他認為 凡事只能靠自己 多年來形影孤單 因著一次的巧遇 他認識瓦特羅斯牧師 與白平師母 人生變得不同 牧師師母把我跟我老婆 當成自己的孩子 對我們的關係真的是 因為我從小就沒有 沒有感受到父母的愛 其實我老婆也是 可是在亞洲基督教會 我真的覺得牧師就像我爸爸 那師母就像我媽 然後他們兩個對我們的愛 比我們親生的父母來得多 甚至於我們兩個常常吵架 也都是牧師師母的智慧 哇 一講我們就 很快就和好了 師母本來就是一個 很開朗個性的人 跟他自己本身的媽媽 個性差異非常大 所以在小的時候 其實媽媽不可能不愛她 但是方式不一樣 可是白平師母的方式 是充分的給予就是很多的包容 跟那個母愛的部分 她的狀況真的 就覺得要把她抱進來 然後要抱進來 然後要愛她 要保護她 那也沒有刻意的去想什麼 就認為就是說 這孩子像個孤兒一樣 那她最好的關係就是跟她的阿嬤 跟她的阿嬤就是 其實是她阿嬤把她帶大的 胡雄一在當時 其實並不認識信仰 但是她卻已經知道要禱告 還因為這個禱告 她有一個非常奇妙的領袖 所以妳後來 妳那時候怎麼會知道 禱告要求上帝 因為那時候的電視劇 都會有神幫我 電視劇都會這樣 然後好像 它就變成妳很無助的時候 妳可以呼求這個對象 但後來還真的就跟福音跟信仰有接觸了 因為這個公司 對 沒錯 是怎樣 就有一個老太太 在我們一開始要做預備的時候 她就來敲門 我就立刻去開門 然後就跟她說 不好意思我們還沒開門 那妳可能要晚一點再過來 她說沒關係 這個單張給妳 那妳要答應我 妳一定要看 我看見那個奶奶的容光煥發 她年紀應該有七十多歲了吧 很 就是很亮 很開心 那我阿嬤是每天都在煩惱的人 每天都煩惱她的兒子 她的小孩 然後常常哭 常哭 對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差這麼多 這個奧秘到底是什麼 所以後來就開始接觸了福音 所以她那張單張給妳 就是福音單張 對 那妳有真的想要開始去教會 是為什麼呢 一直到我後來當設計師之後 我遇到了師母 那時候她還不是師母 她就是我的客人 然後她一來洗頭 她就說 Audrey 妳知道上帝嗎 很開心這樣跟我講 我說我知道啊 我有在讀聖經 然後她眼睛就燈燈 很亮 然後就開始跟我講 上帝多好啊 什麼什麼什麼 結果師母就說 就妳下班幾點啊 我們去喝咖啡好不好 通常我會說不喔 因為我不喜歡 額外的這種 結果我竟然爽快地說 好啊 然後我們就去喝咖啡了 然後喝咖啡的時候呢 師母就說 那我們禱告一下 就禱告 我就被電的 被電 對 就是 電 一直電我 一直電你 然後你就感覺那個 好像很堅硬的那個外殼 就開始融化 嗯嗯嗯 就是師母有個 禱告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 不一樣的感受在你裡面 對 然後我才 我才好像真的知道 世界上有一個神 他真的懂我 所以你怎麼決定要進教會 禱告之後 就師母啊 師母常常 那個時候她還沒有回來募會 她只是 可能在美國偶爾回來一次 然後她就會找我 一直到有一次她決定 他們決定要在台灣募會的時候 她就說 喔 去你來 來看看 看看你是不是喜歡我們 喜歡這裡 嗯 結果 我去到那個教會 那個就好小 大概七個人吧 八個人 啊 這麼小 對 牧師師母除外 大概加起來就七個人 八個人 很小 一個小小的房子 那我一進去之後 就開始有師班 就彈琴大家就唱是 我真的不騙你 我好像一條魚回到水裡面 就覺得很自在 很舒服 非常舒服 然後我就覺得 這裡是 我屬於我的地方 我本來就應該是在這個地方的感覺 就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聚會 就很感動 第一次聚會那個感受就很常流 對 在我的生命當中 其實沒有什麼經驗 是爸爸媽媽 對 牧師師母就是 就是 就是你的爸爸媽媽的感覺 完全接納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 原來人的裡面 是需要父親的愛 是需要母親的愛 你原來覺得不需要 真的 就像我跟妳講 我從來不會想要探究 這個人是誰 我是誰 我從來都不會想 可是一直到 我進到教會之後 我才發現 原來我是缺乏的 所以我的個性為什麼會這麼不斷 我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沒有討論的空間 我也不會去跟家人討論 真的就是因為這樣 從小自己長大 然後養成的性格 那一直到回到 上帝面前的時候 我才真正是一個小孩子 所以牧師對你來說 就像個爸爸這樣子 非常 我好愛他 你好愛他 所以後來跟媽媽之間的關係呢 在你有了信仰之後 我外婆我年紀大了嘛 但她很默契的時候 住院的時間 大部分是我跟媽媽照顧她 因為我們是住在一塊的 所以那大概是 我有印象以來我們最親近的 因為她會告訴我說 我奶奶的狀況怎麼樣 我說她不自覺 她難過 她流眼淚 在我的面前表現她 這麼脆弱的那一面 是很少有機會的 所以我其實很珍惜 雖然那時候我們面對的是 我外婆身體很不好 可是我們同時也在經驗神 我那時候把信仰交給了 就是介紹給我的外婆 我就為她禱告 然後我知道神已經進到她裡面了 因為她在為我禱告 有一天我們回家之後 她就在自己的房間為我禱告 我好感動 我也因為這樣知道 神她已經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做事 那我跟我媽媽一直到 奶奶走了之後 我打電話給她 我跟她說 我真的只剩下她 但是我不希望 我們後來的日子 這樣尷尬 我們應該要更親近 那時候我已經信上帝了 那我媽媽就 就這樣 就掛電話 然後我們就掛電話 就是那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但有個關鍵點就是 有一次牧師說要饒恕 可是其實我的 我的裡面有很多痛 是從媽媽來的 然後我就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我剛生完第一個小孩 我就抱著我的孩子 突然間可以感受到母親 然後我就做了一個禱告 我就禱告神說 我想要原諒她 可是不知道該怎麼做 結果 結果上帝就讓我看到很多 畫面從我祷告裡面出現 那當中包括她 還懷著我的手 那因為在那個年代很封閉 如果你是一個沒有結婚的女孩子 她可能會遭受很多眼光 或者是不受歡迎 尤其她害怕我的外公不接受她 所以她都在外面跑 所以在我的禱告裡面 我看見的畫面是她帶著我 然後到處去 到處住 她過得很辛苦 就顛沛流離的生活 對 然後突然間我就 完全可以理解她 種種的就是對我 可能不了解而造成的傷害 就在那個禱告裡面 我完全已經決定 從此以後我要跟我媽媽修復關係 是 是 是 所以現在跟媽媽之間的關係呢 我只要跟她見面 我就很想跟她說 媽媽 我很愛妳 那我媽是一個很酷的人 她年紀很輕的時候 就是很剛烈 她年紀大了 已經六十多歲 她還是很剛烈 只是她比較沒有那麼殺傷力 就一見面就會罵妳這樣 那個時候我看她的背影 我一定做好準備要 她一回頭就要跟她說 媽 我愛妳 結果她一回頭 我就說媽 妳吃飯了沒 真的是很難 太難了 因為她的臉就是 很兇的臉這樣 但是我想辦法去親近她 以前是可以避得多遠 就多遠 對 現在就是 妳知道妳必須這樣做 所以就順復 好 來 往後躺 好 重溫舊夢 胡琼儀與先生陳立倫在美髮店相識 最後相愛而結婚 多年來為先生禱告 與這個家庭付出了一切 剛開始她結婚的時候 琼儀非常的辛苦 因為她不僅要當一個母親 而且還要扛起整個家的家計 就是幾乎都是她在負擔 又要照顧小孩 然後又要處理工作室的事情 所以她那時候常常生病累到 我跟她認識的時候 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那我甚至於找不到工作 然後我做那種 雜工有一天每一天的那種工作 可是我只要去上班什麼 雖然我賺得很少 有時候可能沒工作 她也是說老公妳好棒 妳這樣子很辛苦什麼的 讓我覺得說我一個男人對不對 應該要更努力 我就一直想要 就要像小孩一樣 我就一直想要表現更好 我為這個家我表現更好 所以我不斷的在改變 十年的時間過去了 其實她先生變化也很大 那我們是從這一路以來看到 我覺得我們的神 把歐菊放在她先生的身邊 其實就是有她的一個所謂 背負的責任在她的生命裡 對 所以她先生也改變了 現在他們兩個人這一對 真的是叫做上天祝福 上帝祝福的家 胡雄雄在接受這個信仰之後呢 也把自己的感情生活 她的婚姻 她的家庭 也交透在神的手中 所以你跟先生是怎麼認識的 她是我的客人 第一次她來的時候 好像都沒有人想要服務她 她頭髮就長長的 然後她要來剪頭髮這樣 然後我們櫃台就說 欸 歐菊 那你去接 我說 喔 好啊 然後就是我第一次跟她接觸 就這樣 是為什麼她的感受 會讓大家覺得 都想要躲得圓圓的 因為她怪怪的啊 軟軟的就是 軟軟的 軟軟的就是有點迷迷糊糊 我後來才知道 她那個時候其實有吃藥 但因為我不懂 我看不出來 所以 我就 有用毒 不會害怕 對 吃 對 用毒 然後 但也因為我神經 大條 比較大條 我不會感覺她很奇怪 我反而 我在服務她的過程當中 我只感受到她 需要人聽她講話 然後我那時候已經信上帝了 然後我就 聽她說話 那我還可以 聊聊天啊 開玩笑這樣子 然後有一天 我就很認真地 幫她做了一個禱告 我求你給她一個 全新的 就是陽光的生命 要讓她真的找到她自己的生活的熱忱 因為她來她就是很 很苦的感覺 雖然她不會說她很苦啊 但是你就可以感受到她那個氣氛是這樣 然後我就幫她禱告哦 禱告說她多陽光 長什麼樣 頭髮剪多短 就之類的全部 就有一天 大概三個月之後吧 有一個很冷的天氣 然後她來洗頭 就是一個這麼短的頭髮 穿著短袖的T恤跟短褲 來找我 然後我就 這麼短的頭髮 她也是要洗什麼 我才發現原來是她 原來 因為原來她頭髮很長嘛 然後後來就完全變了一個人 然後也是變成我為她禱告的樣子 然後我就跟她說你一定要到教會 我已經為你禱告了好久 我帶她到教會 我也是希望她跟神自己建立關係 不是透過我嘛 是 所以我們就是朋友而已 但是我們要進入交往之前 我就跟她說 我是一個要結婚的人哦 如果你不想結婚 千萬不要浪費你的時間 也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要不然就是 你可以去過你的生活這樣子 結果她也沒有特別表示說 她要保持距離 於是我們就開始交往 她那時候有跟你講說 原來她之前的狀況 你都覺得她奇怪的 那個時候她是有用途嗎 有耶 她有告訴我 她有跟你講 對 那妳會擔心這個部分嗎 沒有 不會啊 對 因為一般人都會覺得說 是不是 我真的怪怪的 很容易 對啊 而且我一點都不在乎她 來自於什麼環境 然後她曾經可以是 賺非常多錢的人 可是我是在她 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之下認識她 然後我還願意跟她結婚 所以我覺得上帝讓她發現 原來這世界有個愛是 不會去看妳 對 那她以前可能交往的對象都是 為了她的車 她的錢來的 所以我真的相信神 讓我成為她的太太 是有神的意思 所以妳進入到這段婚姻 牧師師母有說什麼嗎 牧師就問她說 Audrey是一個基督徒 妳可以支持她的信仰嗎 然後我先生就說可以 然後牧師就像這樣 預備了她 她的心 所以其實我們一結婚之後 我從來都沒有停止服侍 還是一樣 服侍工作都繼續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她有更多的機會認識神 結婚之後呢 她是一個什麼樣的先生 結婚的初期她還在那種 因為她我們認識那時候 她可能還有在吃藥 只是末期 後來她告訴我她戒了 她就反正是戒了 對 所以她其實那個藥物的影響 在她身體裡面 還很久一段時間 有時候問她一個問題 五分鐘之後才回答 我已經不想知道 但是我就會 可是我就會覺得這是樂趣 所以對我來說 我沒有太特別覺得說 我們兩個之間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她照顧妳 照顧家裡頭 後來妳有孩子照顧孩子 她各方面她都 對 其實應該說 因為她是從晚上的環境 轉到日常的生活 她花了很久一段時間 調整她自己的狀態 是 那那時候我們孩子 都還很小嘛 所以我的工作室 我就把她弄在家裡 所以我們就是兩個人 一起帶孩子 然後我工作的時候 她幫我看孩子 然後就這樣子走了 好多年 然後到孩子比較大一點的時候 我又懷可能老二啊 老三 然後就換她出去工作 所以我們兩個的時間分配 是像這樣子的 你就也蠻辛苦的 會不會 那個過程 其實是 但是神真的夠用 那後來先生的信仰狀況 有出現什麼改變嗎 其實他就是一個 假日才會出現的基督徒 就跟著你去嗎 但也不是基督徒啦 就目到有還沒熟悉 目到有還沒熟悉 那一直到 我們生老四的時候 那是 老四 老四來 其實對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因為怎麼又有 這年頭生三個都不錯 還是老四 對 那我們平常 其實都有避孕的 但是就突然間有了這樣 那時候我們開了一個工作室 比較大 離開家裡比較遠 差不多20分鐘的車程 所以我上班的時間 就是我老公照顧小孩 那我老師出生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他沒有心跳 因為他好像出產 就一出生的時候 出生就在生他的時候 後來醫生就告訴我說 可能他經歷慘到的時間很短 因為我生到老四 很快就出來了 那那時候我也不知道危險 也不知道危機 就覺得哇 神真好 還就是保守我們的孩子 對 可是那 那一開始 就是他一出生的時候 沒有心跳這件事情 他也影響到後來 就是大概差不多 四個月的時候 我在上班 然後我先生就 打電話跟我講說 我小氣死了 然後我就 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可是 那之前孩子有任何身體的意義 沒有 完全沒有 然後而且 他的姊姊哥哥們都愛他 然後我就 當時我接到電話 他 我老公就說 小孩現在要送去醫院 就是先去醫院看看 然後怎麼樣 但他已經很慌張 因為是他照顧小孩的時間 發生的事情 然後呢 我離開公司 就開車 趕緊回到那個醫院去的時候 我們知道已經來不及了 很痛 不知道為什麼會 這麼快 就突如其來 突然間 對 所以是因為孩子 有些孩子經過異奶 對 他的心臟 沒有發展得那麼好 那因為那是潛在的 我們其實平常在照顧他 你根本不會覺得他有異狀 而且如果回去檢查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他就突然 但是 我後來知道 是神讓他來的 他來的目的就是要帶他爸爸 因為爸爸其實很自責 他每天他都在想 對 怎麼會 是他的錯 對 然後 我一直告訴他 我都沒有怪你 我知道這個不是 你不小心造成的 因為他就是這樣發生 那後來也曉得說是 心臟的問題 然後 教會的弟兄姊妹為我們 祷告 牧師師母 很多朋友都來家裡看我 陪我們走過 但我也一直讓我先生知道 神經上也說 神會給你 但他也可以把他拿走 如果這是一個驚醒 對於他的生命來說 我相信小齊他已經完成了他的工作 因為其實 我說他四個月才走 其實他一出生的時候 就沒有心跳了 所以對我來講 那個是多德的時間 哥哥姐姐呢 就是你們家其他的孩子 對 他們很傷心 然後 我也不想讓他們 就否定這個存在 於是我就想一個方法 我們外出去玩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天上 找最亮的一顆星星 然後我們就會 把他當作是小器 跟他打招呼 讓他們都記得 我們有個弟弟 現在跟耶穌在一起 這好像是神給我開的門 一個新的職場 可是我面對的是公文小姐 但我的工作其實很單純 我就是馬上弄得 漂亮亮亮的 然後他可能 就是本來是太 太豔麗的 我可能讓他變得比較有氣質 其實跟我想像中的也不大一樣 我以前一直以為 公文小姐一定很妖鬧這樣子 可是後來發現 好像也不用 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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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人和樂融融 孩子們平安長大 這是做父母的胡琼儀 與先生陳立倫的期盼 雖然曾經因意外而失去一個孩子 幸好有信仰陪伴他們 走過低谷 那對我們來講也很震撼 因為孩子很小嘛 所以連那個觀目都特別的小心 對做父母親的來講 這真的是一個很 我覺得是很大的創傷 我記得那時候 他在觀目旁邊 看著小琦的時候 他對我們大家說了一句話 那句話就是說 大家看看我的孩子 你們不覺得他很漂亮嗎 其實 他是掉進眼淚講這句話 我以前不管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會哭 可是當我失去我孩子的時候 我痛 痛 那個痛 沒有辦法醒了 我在小琦 上禮完成的一個月後 一個多月 我受洗 因為我真的感受到耶穌 認識耶穌以後 我知道我把耶穌的事情做好 我的小孩 他會顧得很好 我會顧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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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所以你自己在他身上看到哪些不一樣 因為我的工作的關係 常常他要一打三 然後我就覺得 哇 怎麼這麼檢然有序 回家裡 家裡很整潔 或者是以前不會 以前他就是還沒受洗之前 他可能就很隨性 然後我回來我會比較累 因為工作結束之後 還要整理家務 那之後他就突然間好像知道 他應該要做什麼 好像被重新植入一個城市 真的很奇妙 然後呢 然後他回家之後 他就會 他讓孩子做 比如說餐帶啊什麼 就讓他們自己去做事情 然後之後他在驗收 就不會是像以前 就可能要等我回來 才能夠整理這樣子 而且你知道神 現在還帶他怎麼樣 原本我們想說 如果他就是念神學院 神學院是不是我們就有時間上的問題 因為孩子還是小嘛 接送的問題 然後我上班時間又在晚上 所以 我們就是有點傷腦筋 不知道怎麼辦 結果神呢 就奇妙的把他帶到一個 基督徒的公司 然後他們每天早晨呢 都會有敬拜 然後會有查經 成修 然後禮拜五早上還有神學的課程 那這神學課程兩年之後 還可以拿證書 哇 而且還免費 那我就說 在公司喔 對 那我就說感謝主耶 神真的是就這樣安排了他 我知道 只有神可以 就幫他做一些裝備 對 對 不過你剛剛在講說 你現在的工作還是要晚上工作 是一個什麼樣的工作 就是 有一次我禱告 因為孩子比較大了嘛 是 我應該要開始做 因為我的造型工作必須要有連續性 客人說要經營啊什麼 然後有一次我的客人就問我說 他過年期間需要一個造型師 然後是在酒店 問我可不可以去幫忙 那因為這是我的技能嘛 我就想說 喔好啊 那我就去了 去幫忙之後我就覺得 欸 這個 效益很不錯 因為他是 by case的嘛 我做多少 就是得多少酬勞 那時間又很短 我又可以照顧小孩 於是我就答應 就是 之後繼續來做這件事情 繼續做這個工作這樣子 所以是幫酒店的人 對 酒店的 做造型 上班的小姐做造型 可是他畢竟環境上面是比較複雜的 而且比較 外界容易投一一一樣的眼光 對 那就你信仰來說 當你要去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中間會有一些衝突或拉扯嗎 我就覺得這好像是神給我開的門 喔 因為在那個時間 我剛剛講 因為造型的工作 有一段時間就有瓶頸嘛 因為我忙孩子 對 所以慢慢的生意的關係就少了 客人就少了 一個新的職場 就是我面對的是公文小姐 但我的工作其實很單純 我就是把它弄得 佩佩亮亮的 然後他可能 就是本來是太 太艷麗的 我可能讓他變得比較有氣質 就是跟我想像中的也不大一樣 我以前一直以為 姐妹小姐一定很夭鬧這樣子 可是後來發現 好像也不用 那大概也是 因為我工作的這個公司 比較不一樣 他管理很蠻嚴格的 然後又要求 造型啊或裝的部分 也是有要求 所以在信仰上 我真是不覺得有什麼影響 我反而也很喜歡 讓他們知道我是基督徒 為什麼 其實在那個環境裡面 大部分都拜拜的嘛 拜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那我就會 我就會問說 那你怎麼知道你拜的這個 當然是為了他的生意要好啊 但是你要拿什麼跟他交換 有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 你也沒有想過的 我反而好像給了他們一個 不同思考的方向 那當然我不能叫他就離職啊 對不對 這樣公司一定會覺得 我是那個外面派來離間的 可是我跟他們在對談當中 我會發現他們來這邊 工作的目的是什麼 有的是為了龐大的學費 那有的是因為家計 但是我會 我的工作就是 我要鼓勵他們 然後提醒他們 你要有計畫的 然後時間到了 目標達成了 就要趕快離開 在這樣的工作場域 看到什麼比較危險的狀況嗎 危險喔 有一次我在化妝的時候 我就感覺我 背後有一個眼神射過來 然後呢 我就從我的鏡子看見他 我就對我在化妝的這個小姐講 我說 那個等一下如果有人跑過來 我會擋住你 結果我才剛講完 這個人就 就突然在我面前 然後又要壓我 這樣 因為我很 我自己覺得我很壯 我就站起來 然後壓制他 我就把他壓倒在沙發上面 他就一直掙扎 然後全部人都嚇到 也是一個小姐嗎 一個小姐 然後我就 趕快去叫管理的人進來 然後他們就 帶著他 他就喝醉了嘛 然後就假想我 好像是一個 誰 我也不知道 然後就想要攻擊我 這樣子 可是第一次覺得有點危險 對 但除此之外都還好 都還好 所以你會 可以用你的方式跟他們 傳講一些福音的訊息 會啊 比如說 我通常不會帶十字架 通常不會 可是我上班的時候 我會刻意帶十字架 然後他說 你在這裡 你是藝術徒嗎 他會問我 然後我就說 是啊 然後我們就開始聊一些 聊一些福音 當然 我知道我在這個地方講的話 我要很小心 可是我的重點就是 我要讓他知道你是有 有價值的 你要知道你做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不要忘記 你跟神之間的關係 因為如果你經常跟神說話 神會指教你 而且會導正你的腳步 這樣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早期幾年 我比較會戰戰兢兢 因為 不知道會面對什麼 突發狀況 然後所以對於 傳講福音這件事情 會覺得比較 刻意要在什麼時間點 釋放出來 但是現在已經成為 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不大會去太緊張說 我要特別的裝備我自己 還是說 講話要說些什麼 所以你從信仰角度 怎麼樣來看你的工作 目前的工作 信仰真的是 給黑暗裡面的人的 神來真的是要救罪人 我們自己也是啊 那在那個環境裡頭 我真是發現 人真的很脆弱 我們真的是在 一個被設好的局裡面 一直在做很惡性的循環 所以如果沒有這道光進來 你真的不知道原來有出口 那他們其實很辛苦 永無止盡的喝醉 然後回家睡覺醒了 又要上班 就這樣一直 其實看他們這樣 心裡會覺得很難過 反而跟一開始進去化妝之前 對他們的那個既定的概念 比如說他們都很勢力啊 然後或者是勾心漏腳啊 然後什麼的 這種比較負面的想法 反而到進入到這個環境之後 覺得好像跟想像中的 有點不一樣 真的喔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也是這個職場的祝福耶 對摸動程度 對啊 經歷這一段 包含現在跟媽媽 還在持續的修復當中 對 然後自己家裡頭 所碰到的狀況 然後怎麼樣的 一進到教會 如魚得水 覺得回到家的那種感受 去彌補了過去 爸爸媽媽不在身邊的傷痛 對 你最後還沒有什麼 要來跟觀眾朋友分享的 不管在任何情況 你還沒信徒之前 對生活的沮喪 也不要放棄 堅持下去 因為神都在等你 那如果你已經進入信仰 也不要放棄 有時候我們會遇見瓶頸 好像走在曠野 好像神也沒聽你禱告 好像你什麼事都看不見起色 也不要放棄 因為你只是在隧道裡面 出口在另外一邊 繼續往前走 我們就會看見 我覺得你這分享今天 就你剛剛最後講的那句話 讓我真的就好感受 我就是黑暗就是需要光 對啊 對 真是如此耶 有的時候我們在那個黑暗狀態當中 我們甚至自己都沒有感覺 沒錯 對 然後 某種程度那邊 反而變成黑暗是我們的舒適圈 沒錯 對 但其實我們忽略的黑暗是需要光 對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 我相信你最後想要大大的祝福在你身上 謝謝 謝謝你 神機 神機對許多人來說是生命當中一次特別的經驗 但是對基督徒來說 神機其實是上帝在我們一生當中工作的痕跡 現在的朋友 你對你現在的工作覺得滿意嗎 你用什麼樣的心情進到你現在工作的地方呢 你會不會做一行願一行 在今天我們聽見窮衣姐妹的生命 聽見她的工作 可能我們會很訝異 說哇 一個基督徒在酒店當酒店的化妝師 看著這一個又一個等一下要去上班的酒店小姐 她應該用什麼樣的眼光來看待她的工作呢 感謝主我們透過窮衣的分享 這是看見神給她一個福音的眼光 而這個福音 遠遠超過我們以為 健康的人才有健康的眼光 但如果你聽一聽窮衣生命的故事 你真是會發現 她的成長旅程錯過好多 錯過爸爸 錯過一個常常陪伴她的媽媽 媽媽是過年過節 偶爾才回來 甚至把媽媽喊成阿姨的窮衣 這樣的家庭生活是一個隔代教養的 是很多遺憾的 是很多錯過的 不健康啊 應該沒有那麼多的幸福才對 但是沒想到 上帝卻使用了這一些生命當中的遺憾 甚至在她家庭的旅程當中 一度失去了她第四個孩子 這種生命的缺憾 流了許多眼淚的故事 造就了窮衣的生命 她帶著許多過去的遺憾 但是被上帝的安慰 進到她現在工作的職場當中 就是這一個很特別的職場 有許許多多特別的工作者 來面對那些看起來也是很特別 很奇怪的消費者 但是我們要說 如果帶著福音的眼光 你將會看到另外一個不一樣的可能 上帝給窮衣戴著十字架作為記號 窮衣說她平常不戴十字架的 但特別是當她要進到那個工作的場所 一個戒備森嚴的酒店裡 她戴著十字架 戴著那個福音的眼光 來服侍對世人來說 是被輕視的 是被用奇怪的眼光看待的人 當我們看著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工作 我們可能會有自己的角度 是憤怒的 是埋怨的 是生氣的 但是窮衣並不把那個工作 當成糊口的工作 她把那個工作 當成是一個福音的見證 這樣的朋友 耶穌說 有病的人才需要醫生 康健的人不需要 我們都是那個有缺乏生病的人 基督以她的愛服侍我們 神願這個愛也激勵我們的心 帶著這個愛去到我們的職場 來面對所有需要耶穌的人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父神 謝謝你 今天透過窮衣的生命和她的眼光 讓我們看見你超越的工作 安慰的工作 可以如何臨到窮衣 也可以這樣臨到我的人生 雖然過去那些眼淚已經流過了 但是你仍然要我帶著這個 曾經被安慰的經驗 來安慰那些憂傷的人 你使用窮衣使她服侍 特別有需要的人 恳求你也使用 我生命受傷的記號 來服侍與我同樣受傷的人 願你的愛 充滿我們眾人的心 同心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親愛的朋友 深願耶穌基督的愛 充滿你的心 好讓眼淚 都能夠成為歡喜全員的記號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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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